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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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老少爷们哪敢分田呢 怎么 还要我把刘胜利他们找来和你对峙吗 我告诉你 刘胜利他们早向宪美汇报了 那七叔姐 您就让刘书记他们把我们分田的证据拿出来 什么 证据 七叔姐 您来一下 来 老实点 七叔姐 这二十八户人间还真就铁了心了 又抓了拔个 还是没人承认分了田 那你给我继续开会 一直开下去 都三天三夜了 这万一开出人命 开出人命 就算他们为资本主义勋赞 给我开 贤卫人位 在这个分田时间 这一期延续的反革命不笔时间 是在不乱翻证的信息之下 才会处理和资本主义的神热无耗 不能进 所以 大战先 诸多的对抗 是对社会主义 集体经济的破坏 被资公 参与这件事的所有人员 你们不要保佑还乡了 万抗到底 就是思路一跳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重困 抗军重业 搞出不大目的 事不罢休 在这里 我提醒了一些 万苦不乏的坏分子 你们请他喽 万抗到底 就此思路一跳 我给你摆着 走 等我好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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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黄黄大哥 皇后大哥 千亿 你怎么来的 听说 刘书记也别停止了 你说怎么来 都是我惹的事害得大家 千亿兄弟 你先别这么说 要不我承认算了 分天心也是我挤草的 和你们有关系 我说 这次大家是铁了心了 这穷日子 咱再不能过下去 这么着 你想办法去趟县 去看看刘书记 行吧 撤 好 那就这样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你们还想给他带来的麻烦不够大 能不能求求领导 让他把胜利放了 这是求情不求情的问题吗 千亿的千亿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点 这么多年的运动 你们吃的苦还少吗 行了 这件事你们也别再掺和了 胜利呢 你也别去见了 他正在反省 不行 我要见他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不能进去 别玩了 让我进去 我一定要见到他 刘书记 你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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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书记 我一定要见到他 我有很多事要跟他说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让我进去 为什么不让他进去 我要进去 你不能进去 为什么不让他这么倔 我一定是不能进去 为什么 你们要说出个理由来 不行 我一定要进去 你们要不要 我不要 不要他给我跑了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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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么快 咋 喝 你找我去 我看看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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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哪 他在这儿站了一天 干脆让他进去看看 我马上出来 嗯 我说啊 你还是回去吧 跟这儿站着有什么意思啊 行了 我们头儿心软 让你进去待一会儿 谢谢 行跟我来 我说啊 你进去见一面赶快出来 我们可担不起这责任 快点啊 谢谢你了 快去快出来啊 好 胜利 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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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 我在门外站了一天 看守的民兵好心就让我进来了 你们那怎么样 大家都觉得对不住你 这不派我来看看你 胜利 你没吃苦吧 没什么 要不然这样 大家再想想办法求求领导呢 陈涛怎么不帮帮你啊 别提他了 前两天我和他吵了一架 这两天也没来看我 千远 现在这是弄大了 弄不好啊 你以往还换 还有白水沟的二十八户社员 要吃苦了 千远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什么路 你到省委去返营 去省城 去找我六老爷孙立坤 好 我马上就去 不过我六老爷不认识你 刚出去办公室灯亮了 你们快点 就好 快点 你可以让我妈妈和你一起去 不行 这种事连累你妈妈 我看不好吧 你就跟我妈实话实说 她心里会清楚该怎么办 好 问问她 同志 请问你省委在哪 那边携照路 好 谢谢啊 我们省跟全国比起来 京志布 请直播 小王 你给孙书记打个电话 他们要找孙书记 好 请您稍等我去打个电话联系 他是我六叔 好 好 谢谢啊 我们省跟全国比起来 经济上是弱地 战略地位也不高 犯不上冒箭出头 搞什么土地承包 枪打出头鸟 好吗 可以小范围地实验一下吗 只要能够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增加收入 改善生活 我看 这个头值得出 对 如果失败了 谁负这个责任 现在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铁肩担道义 我们不担 让谁来担 先安排他们住下来 我回头去看他们 他们说事情十分紧急 老李 先帮我主持一下会 刚才 真是急死人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成辉 什么事 六叔 胜利出事了 别急 慢慢说 过来 还是你说 孙书记 你好 我是天河县白水沟大队插队的知青 我们队把田分产到户了 让胜利去调查 他回到县委以后向耿书记反映 建议推广 结果被县委隔离审查了 对 是啊 你们把田分到户了 是 好 小伙子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个田地分到户到底好还是不好 好 好 为什么 因为城邦以后每壶收的粮食要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是啊 小伙子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 我想请你到会上把这些情况讲一讲 你敢不敢去 我别 我 刘叔 这事是不是犯大了 小慧 你放心吧 天塌不下来 小伙子 你到了会上要如实的讲 我这个当省委副书记的向你保证 不管你说对了也好说错了也好 都没有你的责任 怎么办 怎么样 去吧 来 走吧 来 跟我来 小赵 你先到招待所帮我安排一下 好 丑慧 我一会儿去来看你 那我 去吧 来 快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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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这来得早 不是来得巧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伙子 他来自天河县白水沟乡 他今天急急忙忙的从天河赶来 是向我求救的 他对我说 我的外甥孙女在白水沟包庇包产到户 而被停职了 还给隔离起来了 是 是 应该这样 早就说明 我们省已经有农民自发的进行承包实验了 这个实验究竟是利大呢 还是弊大呢 我看可以让这个小伙子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小伙子 你说说 我 没关系的 说说吧 还是分田道户好 为什么呢 干劲足 责任心强 产良多 是 小灰 你在这里休息一天 明天我陪你回阳山 去天河 你去天河 柳叔 不 为胜利的事怎么能劳累您 你要能打个电话写封信 我就感激不尽了 我知道您不能为私事犯原则 这可不算什么私事 事关原则 你坐 你们胜利给我出了一个题目 还给我选了个答案 他可没那个本事 可要叫我说 老百姓日子过好了 不是更感激共产党吗 何苦不让他们干 这话说到根上了 怎么能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呢 可大家又怕 怕什么呢 怕担责任 怕清规戒律 说到底 还是怕丢屋杀帽 是 六叔 我发现你现在人情味足了 现在听你讲话 离咱普通人越来越近了 好 是吗 是 过去是仰着头看你 觉得好高好高 好高 现在这么听你讲话 这心里头觉得 好轻 好轻啊 这呀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社会也在发展 真的认识也在发展 感情也在发展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也在想 在体会 在感受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面 我们讲的道理很简单 好 大渡好 分田地 简祖简西 团结抗日 包围胜利果实 打过长江去 抗美元朝 保家卫国 那可真是一呼百应 可是到后来 这调子越来越高 问题也越来越多 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 性思性舍 人都麻木了 累了 沉默了 我当初在黑斗的时候 普通人跟我说 你还会当官的 也许到那时候 我们就不能这么跟你讲话了 讲了你百听 小辉啊 六叔现在就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 你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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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六叔 我觉得咱们国家就是行 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 你说到做人哪 六叔我有亏 我对不起你六婶 是 我听说六婶平反了 你们 也该团圆了 哎 哎 当时都怪我 她是怕连累我 才提出跟我离婚 我在她的眼里看得出了没 她希望我做出选择 可是我 我还是签了字 后来 她被送走离开北京 我敢到车站去送她 我只想见她一面 我只想见她 我看到了她 她肯定也看到了我 可是她没理我 都在没回 就走了 真惨 真惨 你们都是好人 好人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我只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人 再也不要有我们这样的精密了 再也不要了 好了 不用拍巴掌 这巴掌也没什么好拍的 庚书记 我听说你们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包田事件 是吧 孙书记 我们正要向地委和省委进行汇报 不用汇报了 我看 咱们现在就下去看看 看看这起包田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同志们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郑利 你这六老爷可真厉害 还让我当着省委领导的面讲话呢 当时可把我给紧张坏了 真的 真是雷厉风行 说走就走 一路上还跟我说 白水沟这些年轻人 特别是王桓桓很了不起 对了 你也很了不起 真正解放思想了 这主意是你出的 协议书也是你起草的 这说明啊 你比我们更了不起 陈涛呢 胜利 那我去看看他 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你的权利 那我先去看他了 你怎么冲上烟了 你怎么冲上烟了 走 看看胜利去 你怎么冲上烟了 陈涛 老实说 你要是害怕被连累 我可是真瞧不起你了 你写什么呢 检查 什么检查 胜利的 胜利的 是 我和耿书记商量好了 我替他写分身课检查 先过了这一关 等事情有了交代 我们就离开这 走了算了 陈涛 行 你对胜利真够意思 冲你这句话我服你了 别 我有话要对你讲明 包田的事是你和王皇皇带的头 这我在里面可是写明白了的 陈涛 你这个人还是老实 好汉做事好汉当 写吧 不愿意 不过恐怕这个检查也用不着了 不愿意 胜利已经没事了 什么 这件事肯定要严肃脏 绝不会轻易放提的白水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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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叔叔不是白下来的 对 胜利 找我有事 你看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咱们省委孙叔记就是你六老爷 你看这事闹的 咱们县委多被动 庚书记您别紧张 我这六老爷肯定不是因为我来的 肯定是因为白水沟的事件来的 他不会公报丝绸 当然了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丝绸 那是 我们县委历届可都是把你当做知青的典型术的 好好好 先不说了 咱们快上车吧 孙叔记的车已经开走了 好 我马上就来 好 快点 快走 杠书记 好 小刘 你快点 胜利 咱们快走吧 千云 你搭我们的车一起走吧 我 你 你 天涛 那 我就先跟他走了 你去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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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 来 超空 给我汇报一下你在白水沟调查的情况 好的 好 同志们 走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喂喂肚子 四叔姐 咱们来得这么突然 我只怕什么 怕什么 他没酒喝 我不喝酒 我也没这个心情 我们就吃顿面饭 这个村子靠着公路这么近 经济总不会太差 总不至于连顿热饭都吃不上 那是 那是 孙叔姐 我怕您这顿热饭还真吃不上 那好 就让石剑来检验一下 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 大家分头到农民家里去吃饭 有什么吃什么 也算是下一次机场吧 对 好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要走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我们快送到农民家里去吧 让我们走 我们回去还要来 痛快 否则 你还请不得 好 首长 好 好 吃饭 首长 我家真没啥吃的 你们一天能挣多少股份 我能挣十分 一分三厘钱 一天能挣三分 加上他能挣两分钱 我们家一天能挣五分钱 那你们全村都是这样吗 差不多 有的还不如我们呢 你们这儿 连公路这么近 能不能做点生意啊 那 那怎么敢 一天能挣一个 您也不给了 您 明神 您 你 绝了 您 您 您 对 孙书记 耿书记 你们别看了 这家没饭吃 而且两个姑娘没衣服穿 也欠不得人 好 走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留着这标语干什么 是 孙书记 我回头就不止清除 同志们 你们刚才在村里转了一圈 谁吃上饱饭了 这就是命要社会主义的草要出的结果 是 这就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对 走吧 我们到白水沟 找王桓桓捡炖炖炖饱饭吃 飞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手 千万不要忘记 结局道真 白水沟五百五千之前 是其印竹的半个无比事件 是在不乱犯战的行政之下 社会主义和这本性与真实过斗 在国际打赏印竹中的抵抗 是对谁会阻止一些经济的破坏 齐书记 北水宫参与这件事情的事 快把大老婆关掉 关掉 散开 散开 回家去 散开 我告诉你 别不老实 听见没有 你要不老实我争死你 住手 放开 谁让你们官人大人的 他们怎么这么不注意政策 耿书记他们不老实 马上给我放人 放人 省委的孙书记来了 越来越南 越南 越南 或越南 越南 第一 是否也不己 你也不愉快 不愉快 那你们也不愉快 我会愉快 我可以愉快 你也不愉快 我们愉快 会愉快 我愉快 有不愉快 让我们愉快 让他们为我们赐予他们的痛苦 谢主隆恩 三呼万岁 王環環, 我們這次來 就是向你掏口飽飯吃的 孫書記, 我們就想吃飽肚子 王環環同志, 快起來 還有大家, 都起來… 我們今天來啊, 就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咱們倆找個辦法, 看看怎麼才能吃飽飯 說句不怕殺頭的話, 就得把田分頭包下來 讓我們自己種 包產到戶, 我們公糧沒少交 自己得的呀, 也多了 孫書記, 這是真的, 分田包產好啊 我們幹部也好當啊 這一點不假, 孫書記 孫書記, 田包產好啊 好, 好, 咱們一個一個說 我們今天來到白水溝 就是想聽聽大家的心裡話 聽聽大家有什麼建議 孫書記, 說起來心痛啊 報上說每年都大豐收 都說農業學大債, 是我果沒壘 可是搞到今天 我們全國還有兩億多種田的人 人均口糧在三百斤以下 吃不飽肚子呀 這更不是, 不是吧 孫書記啊 你說說我們天河縣的農民 他們每年的人均口糧是多少 這個 我要你一個黨員的黨姓 保證向大家說實話 去年一百八十七斤 今年是一百九十二斤 不到兩百斤 這從理論上講 我們整個天河縣的農民 都在餓肚子裡 誰都沒有吃飽 可是天河縣白水溝香的 這二十八戶農民 因為搞了包產到戶 他們每年的人均口糧 達到了五百二十斤 五百二十斤 是, 說得好啊 據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如果大家認為這種吃飽肚子的方法 就是資本主義的話 那我們只好永遠挨餓了 那我們搞革命還幹什麼呢 毛主席說 窮則思變 越窮越革命 我們總不能越革命越窮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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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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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吧 同志們 我今天就講這麼多了 這也不算是什麼指示 我今天的講話不代表神偉 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 我說的對不對, 有沒有道理 同志們自己去思考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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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孫書姐 很受啟發 我們很受啟發 孫書姐 您已經把問題實質過我說透了 給我們上了一課 是王環環和白水溝的鄉親們 給我上了一課 孫書姐 那麼白水溝的統地承包 就這麼試下去了 當然要試下去了 我的意見是不但要試下去 我們還要把視點再擴大一些 就像我們剛才路過的那個村子 窮成那個樣子 為什麼不能也試一試呢 對… 把那個生產隊長找來 到王環環這裡去點經 學習學習 對… 孫書姐 您多指示一點 算了… 我也不算什麼指示 這成功的經驗 還是靠大家自己來摸索 現在大家不是常說嗎 要摸著石頭過河 孫書姐 這話是不是不太妥當 怎麼不妥當 摸著石頭過河 也能摸著石頭過太平洋嗎 就不怕到太平洋裡邊被淹死 就算了 耿書姐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孫書姐 我沒什麼意思 我就是向您請示 您看看 我記錄得準確了 如果準確的話 您給我在上面簽個字好嗎 同志們 你們還有誰需要我給簽字啊 都拿來 我都簽 不要客氣 孟書姐 你不用害怕 這白氏沟湘的這起反革命復辟事件 還有這天河縣的土地承包試點問題 全由我孫立坤一個人負全責 孫書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個黨員 得對咱們黨負責任 這個…中央和省委都沒有文件 所以這種事情我就不能輕易辦 我要您簽字 就是想把您那個指示當作這個省委提示 對黨負責 光書記 你只怕是對你的烏紗帽負責吧 走吧 我們回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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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啊 那事發生在1961年的事 我在安徽也碰到過這種包產事件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縣委書記 為了能讓老百姓吃上飯 那位縣委書記帶著縣委一般人 壓上了身家性命 六老爺 您太累了 少說話休息一會兒吧 後來那個縣委書記給撐死了 可他是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勝利啊 你也是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在耿書記這樣的人手下 去支持王環環他們搞承包 嗯 不簡單哪 說真的六老爺 和你們這些實事求是的老同志相比 我們可真是差遠了 六老爺 這一天一夜對我來說 真是永生難忘 也許很多年過去以後 我還會不斷的想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您這種老同志身上 看到黨和國家的希望所在 勝利啊 應該說希望在你們身上 你們是國家的未來 我們這一代人呢 總是要老 總是要死 總是要推出歷史舞台的 這未來的舞台啊 是你們的 我們共和國將來最輝煌的歷史 肯定是由你們來寫 你一王環環 前緣 還有許許多多的年輕人 所以啊 從現在開始 你們這些年輕人啊 就應該投入到火熱的社會 實踐中去鍛鍊 六老爺 您放心吧 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不追著回城巢了 我決定就在天河縣幹下去 幹出一番事業來 好啊 勝利有志氣 好啊 真有志氣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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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